你真的觉得这次的民众党会有足够的力量进到国会里面去改变国会吗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的前提还得要去看看两大党 你觉得蓝绿不过半的几率有多高 或者是说呢 因为现在民进党其实因为蔡英文的气势是真的还蛮胜的 他现在全力主打总统投蔡英文 让国会再过半 所以如果他完全执政 再次完全执政可能性高 完全执政是这样嘛 to see is to believe 过去三年半全面执政的结果是这样 你还看不出来吗 你不要忘记 2018年台湾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 所以没有理由说过一年 民进党什么都没改突然回来 坦白讲这还是反送中 你真的那么相信 反送中还是个很大的因素 没错啊 如果不是反送中 蔡英文的民调不会上来 当然 那问题最后这50天你觉得会改变吗 那也不会改变 香港已经被慢性疾病了 OK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代表反送中会持续有效咯 还是有效啊 每天 你看每天那个警察进校园打人啊 一个校园吹了一弹丢一千多颗 哇他只要每天把那个画面 拿出来播什么什么 金字香港明天台湾 这芒果干吃一吃还是有效啊 所以这其实蛮白白 但是这也代表的是 完全执政的可能性不排除啊 完全执政完全腐败 就是这样啊 过去三年不就是这样啊 那你们要拼一点啊 有啊但是但是我觉得这样啦 我觉得这样人民慢慢还是会进步啦 就是说一次又一次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要期待太高 反正就坚定信念去做 我觉得这样啦 民众党是一定会进国会啦 啊席次多少 所以你有百分之五项绝对没问题就是了 应该会啦 但是就蛮 你要是只有两席啊 那也没有用啊 也是准备打包 那你要是说 啊就是这样 其次越多 他对国会的这种影响力就越大 当然 啊越大的话也不要能够克制 压制这两个 两个 两个党 所以这样啦 民进党 民进党当然是这样 他完全执政就完全傲慢嘛 他就反正这样干 那你有一个 其实我倒觉得进国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是取得话语权 你说前三计划 我是觉得我倒想当年在前三计划 在台北市怎么看 说拜托你国民党只会丢水球 我现在受不了 在那天我反问胡敦义 他也释放出一个讯息 他未来愿意跟亲民党跟民众党合作 你愿意吗 那看议题啊 看什么议题合作 但是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第三势力越分散 其实对那有执政资源的人 更容易各个击破 你看这一次 我只要看到他那个 时代力量跟社民党 我就说哇 这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不怎么样 选举还是一流 厉害 那一下社民党就挂了 因为你把他的党主席都找进 他的部分区了 他能不挂吗 斩首战术 我看那个时代力量被贪汪一半了 所以还是 所以如果 第三势力分很多党 对民进党来讲 以义代劳 各个击破 还是很容易做到 所以 你们会不会被他击破 我在台北市政府 他已经 我想他们也领教到柯文哲 这很难搞 很难 这柯文哲实在太难搞了 这个 很难屈服 不过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民众党可以越多习次 对整个国会矫正的力量会越大 如果太分散 那还是没有办法 不过是这样 不管怎样 那我们全力以赴嘛